我们看这道有关于92年学测补考试题 那学测在91跟92年都有举办所谓的补考 那后来当然这个效益不高就取消掉了 那不过还是有些题目我们可以一起参考一下 然后这边他问的是地表在近十年来气温增加 也就是所谓全球暖化议题的主要原因 那应该我们还是诉诸于温室气体的浓度升高 而这跟我们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有关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是第二个选项 虽然臭氧层的破洞会造成浓度降低 太阳近来的紫外线增加 但这个比起全球暖化效应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至于第三个是完全跟目前全球暖化所知的知识无关的 至于像北极冰戎是海平面上升 这个是结果而非原因 所以我们还是选第二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